大家好我是KPMG安侯建业 税务投资部职业会计师洪明洪 大家好我是KPMG安侯建业 税务投资部的职业会计师我叫张智洋 各位知道 从一连串的打房的一些措施 包含从房地合一1.0 到后来修法变成2.0增加的一些限制 以及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法案 更加强了对于一些防治炒房 跟抑制房价的一些措施 那我想我这边先请Rick 为大家介绍一下 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主要的五大重点 是的 这次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 有一个五大的重点 第一个是限制预售屋的换员转让 第二个是限制司法人购置住宅 第三个是重罚炒作行为 第四个是建立兼具奖金制度 第五个是把预售屋的转让 也要纳入实价登录的规范范围里面 那这五大修法重点里面 其中两个各位必须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 各位如果买预售屋的时候 过去很常听到说 透过预售屋的短期买卖 来做炒作行为 然后赚取价差 未来这个部分呢 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预售未来买了之后呢 除非在特殊情况 特殊的对象 特殊的条件底下 否则你五年内是不能做转让动作的 这第一个很大重点 第二个对高资产的拥有者来讲 很多时候他会透过自己的国内的投资公司也好 来做一个持有住宅的一个动作 那未来呢 自己的投资公司 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去买一个住宅 在这个司法人被限制购买住宅的情况下 他只有开放一些 比如说 未来做核件分售或核件分屋的状况 或者是做一些围绕都更的一些案例 他可以让我们可能有些许可 有些不需要经过许可 就可以来持有那个不动产 否则的话大部分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用释法人来持有不动产的 是 那各位也知道 对于高资产的人士来说 透过法人来持有不动产 很常是在用来作为一个家族资产传承的一种方式跟手段 因为可以透过股权的调整 去达到不动产持有的对象的一个间接的调整的一个效果 不过如果在这次修法之后 这个方向不再是一个适合或者是适法的方向 各位一定要去进一步的评估 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进一步贴近各位将来的需求 没错 因此 未来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情况下之后 我们更需要去探讨说 未来我们个人如果要买卖租宅的时候 我们要去检视我们的资金来源 是国内的资金呢 还是海外的资金 如果是海外的资金 可能要去检查一下 我们有没有一些个人海外所的申报问题 或者没有一些CFC返币税规定的申报责任的问题等等的 那以上的这些修法内容供各位做参考 后续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需求 Cabin具擁有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欢迎与我们联系 也感谢各位的聆听 再会